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皮给你换上 兰飞 你 你的脸 太医 到底怎么回事 回禀皇上 兰飞娘娘脸上掉下来的 娘娘脸上掉下来的是 是 是什么 是别人的皮 什么 参见皇上 李公公你来了 这吓死我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回禀皇上 据老臣所知 兰飞先前到忘我衣卢 进行过换皮之术 换皮 正是 这好端端的换什么皮 皇上 今日京城人口连连失踪 据萧龙卫所查 这些人 都是被剥去了全身的人皮之死 手段如此残忍 那必是幽离所为 还有 那忘我衣卢的主治大夫 狄青云 听闻 就是个幽离 幽离 正是 战武叩见皇上 说 启禀皇上 城郊外 发现了一个外人坑 死者都被剥去了人皮 可能与剥皮案有关 皇上 为了设计苍生 还望 尽快调查此案 将薰手 缉纳归押 对对对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皇上英明 臣等 必将全力调查 以保百姓及京城安保 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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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她的命 也是你的命 必要继承你母亲平游寺掌正之位 这是你易水寒 命中注定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自己是谁 还有你的使命 只有几起金木水火土五行尊者 才有力量 才有力量 与幽里抗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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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